你 好 好 姐姐的剑法 真是御剑精妙了 真不愧是一代高手 精彩绝艳 勇者必胜 智者双全 没了 继续说 这马屁拍的 有什么事说吧 弟弟手头有点紧 想跟姐姐借点银两 你不是每个月有利钱吗 母亲还时不时给你 发零花钱 按道理来说 不应该吧 又赌钱去了是不是 姐 姐 你是我亲姐吗 我这么要脸的人 给你张回口我容易吗我 好歹我也是你弟弟 看我第一回给你张口 就被你冷言冷语的 我也不怕告诉你 我就是耍钱去了 还欠了不少 人家赌场就说了 说要剁我手指头呢 可我这不是怕 你说这要是传出去 说叶大小姐的亲弟弟 被人欺负了 怕是对你影响不衡了 这万一哪天 我想不开了 这万一哪天 我想不开了 投何自尽了 我觉得你一定会后悔的 所以 我还真不是为自己考虑 我是为了你呀 姐姐 所以说 你这脑子不傻 张口什么胡言乱语都敢说 听着还还有道理的样子 行行行 先说好了啊 投何自尽可跟我没关系啊 给我分盘 双妹还你 大还是小 大还是小 快抬呀 快抬呀 我看了 大还是小 大还是小 大 大 大大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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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很小开小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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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接着来啊 小偷 你 误会了 我没偷东西 我没偷 我没偷 这是什么 这是我的银子 这是银子 还有鱼石骰子呢 你是想偷出去 来来换钱是吧 没有 我告诉你啊 来什么地方 办什么事 这可是赌场 你偷了东西 就得来揍 他要揍他 他要揍他 让开 别打了 等我找到我爹 等我当了大少爷 我绝对饶不了你 不让你后悔 来 来 咱们继续 上文书说道 赵云赵子龙 在长板坡 杀了一个七进七出 来到了当阳桥前 这时张飞赶到 闻闻四弟胜负如何 赵云赵 赵云言道 那曹操英勇 我不提他 张飞言道 你且过桥休息 带我去会一会这奸凶 曹梦德 话不多时 曹操赶到 只见桥头之上 立一黑脸大汉 忙问大将夏侯敦 这黑脸大汉 他是何人 夏侯敦言道 此乃是张飞马壮人 就在这时 张飞是大喝一声 呆 曹操听真 竟由你家张三爷 而等活攻活战 活战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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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战不敬不敬不敬 不争不斗 而乃是匹夫之辈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好 好 好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好 谢谢